这个位置其实不需要太厚 怎么可以让它比较薄一点呢? 就是这块本身的位置会比较薄一点 这块也能够到这里 整个位置看下去就比较少一点 这个也对了 到这里就可以了 整个位置就比较少一点 最重要是这个位置看下去 尾部可以短一点 短一点就会比较好看 而且尽量希望颜色 同一一点 同一一点 它的颜色是同一层颜色 比较这个颜色 这个是同一层颜色 现在不是深色 这个是黑色 这个是黑色 这个是深色的 深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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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深色的 这个是深色的 这一团的东西比较乱 看起来 这一团的东西比较乱 这一团的东西比较乱 这个就OK了 看来我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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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了一点 太多 嗯 嗯 这颗颜色是可以的 这颗颜色是太黄 这个颜色太黄 这个颜色太黄 应该是加注标 可能不够 这个颜色太黄 这个颜色太黄 这个颜色更多 不够清晰 美国颜色太多 这个颜色做得清瘦 所以更放一点 刚刚的颜色都可以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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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广大的颜色 一点点点 一点点点点 可以跟着 圆滨的颜色 那肥胖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 你這個位置本身 上面那一部分太重了 就是這一部分太重了 這一部分太重了 還有這個東西應該是這樣上會比較好看 這樣上 其實是畫錯了 另外另一張紙畫不到那個V字 是嗎 就是你第一堂教會 沒錯 我其實是應該要看回那次的Youtube OK 我忘記了那個V字在哪裡 還有G那邊稍微弱了一點 就是線條稍微弱了一點 重重重重 我即使用電腦的手勢畫 你看到是很重的 就是停頓 停頓 那個弧度是這樣過的 就不是一下彎過來 這個會差一點 還有那個鳥仔本身 那個 顏色方面的點 稍微可以再重一點 還有 顏色淺了 你看到是一塊塊的 可不覺得 這些圍是一塊塊的 是 最乾淨的 它有一點點 應該是用那支筆 又有些問題 這支筆又有些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很沙 這支筆有一點沙 還有有一點尖 尖的 你反正用一些鈍一點的掘 會比較好 OK OK 就是這樣 大概要知道 那麼這些大概要知道一些 那些要大概要知道一枝 这个猪的画法 很基本的技术 的方法 你别问我什么东西 就是一只虫子 蓝色的虫子 别太计较 看不到 要往右手边 可以吗 你不想问我意思是什么 虫就是虫 什么品种 什么科术种 竹又是 什么品种 又不需要计较 知道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你也不想问我 你也不想问我 这是梦中 还是班族 我可能看到竹子 或者虫点缀一下 这么简单 就基本的技法 我说一说 别太介意 竹子什么品种 虫子什么品种 没必要 问你的生物老师 对 这几个色 黄色一定要 其实我要加少许标 不过你不加也无所谓 你不加都无所谓 我要加GPU 可以加 如果不加也行 用7和3吧 十花或者3吧 都行 好 可以加少许标 软的 一块 你看上去 牙液会稍微 重一点 黑一点 OK the shape of the brush 像这样 把这个毛表里 模仿成这样 可以 广一点 放松一点 手 碎直 看到 Michelle 看到 停顿 有一个空位 拿这个位 你会将它进入 OK Narrow OK to aggregate the brush OK like this OK 就聚集 那个毛 把它弄成 扁一点 就是对在一起的 但不要太尖 OK 不要将这个 这个节 OK 放在同一个位置 OK Don't put these tools in same level 好了 跟着加 这个 这个放大 看着 看着 这样 这样 like a line between among the bracket 就是说 它有一个括号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 这个样子 再来一次 1 2 3 这样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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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幼稚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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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这个之后 你可以从这里出的 we imagine another bamboo here the branch of that one brooted by the wind 1 2 3 很漂亮 这样做 这样做 因为自己的事可以更简单 有一堆就可以了 然后 Slow motion of the leaves of the bamboo 看 第一下 然后慢慢 做 你会看到一种变化的颜色 一种变化 是这样的 所以 如果做得很快 就是这样 接着 好 再来 上面 上面 这里 上面 上面 下面 这个风 是这样 吹的 你会看到一种变化的颜色 OK 是这样 吹的 从左边 到右边 OK 然后 这样做 你会看到 所有的颜色 都是这样 这样 飞 OK 这里 OK OK 然后 这些位置 幼一点 OK 就这样做 所有的视影条 都是向那边 你可以加深一点 就是你可以有时候点一点黑色的 让它看起来 层次分明一点 你看 就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做过去 整个线条 整个形 整个方向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风 是这样吹的 所以把这个叶子 就算是这个枝也 也可以把它换成这个样子 你看 就算一个枝也可以这样画的 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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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意思 那 试试自己做 这个 嗯 蟲呢 我画大一点点 给大家看看 蟲是这样的 用蓝色就可以了 OK 你会加白色的 就算你可以加白色 或者纯用蓝色 加点水 看下 OK 这些人说 OK There are three parts of the body OK the head the chest and abdomen Head 就是头 胸 然后它这个是 那个叫做 腹部 但是我们那个腹部 就不用直接画 用蓝色的那个 翅膀来表示 就是这个样子 还敢吗 OK 然后呢 两个 这个 OK outline of the body OK 现在也可以这样 Head chest and wings or abdomen 有个 腹部 然后我们那个腿 那是这里伸出来的 第一个是这样的 第二支是这样 第三支是这里 这是向着我们这一边的 OK 好了 在后面也有三支 第一支是这样的 第二支是这样的 第二支是这样的 第三支是到上面去 再下来 是这样的 所以我画的时候是 一只 两只 三只 后面还有一只 什么样 OK 这样也不是很难的 基本上 就是想画到那个竹 被风吹着 有一只虫子 停在上面 这样 基本上这个就画得比较自然一点 手是要非常熟 然后颜色方面的 叶子的竹子比较浅一点 虫子也比较淡一点 淡雅一点 别弄得太深 OK 那么根捅就轻松一点 就做了一样东西 OK 中文化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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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只